日前,大连高新区发布企业创新积分制阶段性成果,公布2020年度企业创新积分初创期、机会成长期、系统成长期、战略成长期、成熟期各阶段20强企业榜单。 企业创新积分制是基于企业创新能力量化评价、精准支持企业创新的新型政策工具。 目前,大连高新区创新积分管理平台已上线运行,纳入积分管理的企业,涵盖各规模各领域科技型企业2807家。 这个创新积分标准为我们自己未来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方向,因为它是一个定性的指标,定性和定量的指标,双重的指标。 所以也有助于我们在新大外部投资的时候成为一个有利的依据。 据了解,大连高新区创新积分排名前列的300家企业将获得工商银行累计4亿元的授信额度。 本台报道 只为了解,大运曲,调行升基业区创新积分快乐的受讯。 关于 check 그거因此,我收到车畅深宁的方向,调行一下,首总允那个原因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